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快马加鞭 这次有媒体说聚焦十九大 我们应该要知道十个重要人物有这么多吗 十个 我们先聚焦 还是政治局常委 还是王岐山会被留任这些 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议题 对 那个现在最关键是王岐山嘛 因为王岐山的去留就决定后面的排序 这个排序应该怎么排 最近这几天消息会越来越多了 但是最近还是8月24号日本的独卖新闻讲到那七个人 就是习近平还是老大 李克强是总理 这习近体制基本上是不太会变 后面的变数会比较大了 有的说汪洋是人大委员长 韩正是全国政协主席 这样排下来 王沪宁呢 王沪宁有被提到 但是可能性高不高 可能性我想他不会太高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都是幕僚人员 他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他一直都是做高级高高参幕僚 他没有在外面当过一次什么省委书记 就等于是要外放当这个封疆大力的这种经验 他没有他没有任何一次的经验 有这个 那中主部的部长赵乐际 赵乐际的机会是有的 赵乐际的机会是有 因为他现在就就从整个这个这个条件来说 他完全都具备 这群委员啊 这群书记啊这些 而且是中主部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三大部 第一是组织 第二是那个宣传 第三是统战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 这三大部 台湾最了解的大概统战部 最常常提及的 但是相对权力来说统战没那么大 因为组织部是管人事的 是 那这个韩正您刚提到上来市委书记啊 对 那栗战书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应该机会迎面是很大的 但是问题是栗战书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栗战书一般现在规划成他取代王岐山 当中央 中纪委 中纪委的书记 甚至如果当中纪委书记有可能也要当国家检察委的主任 所以你意思是王岐山又真的有可能 但是如果王岐山要留下来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说栗战书要摆在哪里 是 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人事上 如果因为王岐山在的话一定肯定也还是细律检查这方面的职位 所以但是现在就要看了 按照现在来排的话是汪洋 就习里不要说了 汪洋跟韩战迎面很大 特别汪洋 汪洋在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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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披露名单里面 他全部他都有 大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但是他会可能成为第一副总理吗 不 他原来就是第一副总理 问韩正可能是第一副总理吗 韩正是现在就是有有有有有两个不同的 这也有说也有不同的说说法 韩正当然如果要常委的话 第一副总理是是一定一般都是常委的最后一个 是 但是韩正如果要当副总理的话 那陈明儿要放到放到哪里去 对 我们我们上一次介绍过陈明儿 这个是撰文啊 这个赵神 那陈明儿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顺便请乐意帮我们讲 就是说他被归类是总书记习近平的 枝江新军的大将 什么是枝江新军 枝江新军很有意思 枝江新军是这个 以前习近平在浙江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大概要五年时间 他那时在浙江日报上面 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小专栏 叫做这个 就是浙江新语 就是 这样来的 对 浙江新语 就是一篇小的专栏 那篇专栏就是每一天都讲 他怎么样应该去处理政务 那篇文章 那个小篇的专栏文章都写的还满满接底气的 按照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满满满生活的东西 不那么八卦 听说那就是陈明儿抄刀的 当时陈明儿是浙江省委的 浙江省的常委跟的宣传部部长 就他都是搞文宣宣传的 所以他在浙江的时候 习近平就非常移重他 所以习近平在浙江的一些 所有的政务各方面 这个等于是说 陈明儿做了很大的这个文宣上的处理啊 塑造了一个习近平很正面的一个 政典那样的形象 所以穿得很快啊 嗯 陈明儿当然当然 他如果升常委的话 那就不知道多少好几级跳了 那现在就等于说 浙江省军他不是几个人 他是一个系统啊 包括了以前江提名在浙江的旧部 还包括在福建的一些旧部 还有再包括一些的 这个那个那个干财 就是像刘鹤他们这些人 他不属于这个 在浙江也没呆过 在福建在福建没有呆过 但是他还有能力 比如经济方面他很强 总体的经济他很强 就诸如此类的 资江省军是代表他一个整个接班 整个态势的老中青 这好几代合成起来的一个 一个接班的梯队跟体系 现在看起来是最上层的开 最上层的已经慢慢形成 现在还有中下层吧 陆陆续续要集结嘛 那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资江省军原来的那个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官位 不是特别大 最大就只张到张到了省委书记 像陈宁儿对不对 像贵州 这些都是已经很大了很大了 因为时间很短 还不可能很早就提拔这些人对吧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像那个蔡奇 像北京市啊 他原来是国家安全委的办公室的主任 算是副部级的 邦邦邦几连跳 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市委书记了 那还那不得了了 那北京市委 已经市长变市委书记 不知道几连跳 几连跳了 也就是说这些 执行平认为是他的人 但是他手边没有人对不对 只好把这些 呃 副部级的这些官员 很快的就在这一年内就要做了快速的提拔 嗯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出他原来的人不太多 当然也不可能多 你说是不是 是 以前那时候他怎么可以培养自己的人 马上就被打下来了 是 所以这个时间他很短 他就赶快 用很快的时间去提拔了一些 他认为比较重要 比如四个自辖市的陈委书记 他一定要牢牢掌握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 重庆 那就讲到了 前 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 落马 对 被双开 对 你认为 这个是什么样的 孙政才已经不仅被双开 他被开除党籍了 哦 被开除党籍 他被开除党籍 为什么十九大之前 有这样一个大动作呢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等于说是党内的清理 基本上告告 暂时告个段落 那也代表西核心的地位 进一步的巩固跟确保 对吧 好 那你刚刚讲到孙政才 对不对 他是重庆市委书记 对 他离开 就是陈敏尔去接到 哎呀呀 就是陈敏尔去接到 你就可以想见陈敏尔的 直将新军挺进了 这就可以想见陈敏尔的分量 为什么 因为重庆是在习近平的眼中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这个薄熙来的毒瘤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遗留 这个毒素的遗留 还没有清干净 哦 你知道一到现在 清到什么程度 知道现在 重庆里面的那个领导班子 他一直在换呢 嗯 像你看最近就是这一两天不是这个这个就昨天那个期中全会公报出来 对不对 增补了十一个中央委员 十一个 因为有人下来了嘛 就有候补委员增补 增补的时候是按照票数多寡 因为 中央的中央委员是不按票数来排列 但是候补中央委员是按票数来排列的 嗯嗯 就是万一你前面有一个人走掉 你后面排序第一个就上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有四个人没有按照排序上 嗯 第一个就是重庆的 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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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嗯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重庆的这些所谓的余毒 没有塑清干净嘛 那 呃 既然这个任意提到了18届七中全会 好 嗯 那有人用这个中纪委工作报告 好 提前到七中全会审议 是不是有所异畏哦 或者一直王岐山他有一些动向 已经可以从这边看出端倪了 他是这样子 就是像每次的这个各每一届的七中全会啊 最重要就是审议两个文件 一个就是 政策报告 嗯 这是习近平自己要做报告 一个就是党章的修正稿哦 嗯 今年多了一个文件 就是中纪委的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 以前没有哦 以前都是收两个文件 是 现在是修三个文件 因为中纪委的报告以前是要到全大会去去弄的 嗯 那有一个可能 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个中纪委被人家放炮 在全大会放炮 嗯 直接从全会通过 嗯 全会通过的话就等于说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这个王岐山 嗯 因为全会来说对习近平来说 我一个命令就过了 嗯 但全大会两千多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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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党员代表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次是第一次中纪委的工作报告拿到全会去审议 嗯 全会是谁来审议的 是中央委员跟候补中央委员 但现在的情况哦 嗯 王岐山是非要留任不可的 因为 王岐山跟习近平是 命运共同体 是 就习礼加上一个王岐山铁三角 呃 其实说实在的啊 呃 在过去几年人家已经没有把它当成cd体制叫希望 希望 其实说实在的是 哦 王岐山 王岐山才是真正的党的灵魂 因为过去五年习近平最大的最大的亮点最大的成绩 政绩的亮点就是反腐败嘛 是 那反腐败是谁在做 打开反腐 就是王岐山在在在在做的 对不对 你自己也想想看中国过去这五年最大的政绩也是这样子 是 经济他有一点滑落 但也不能怪他 对本来就是全市的局势 嗯 但至少他是滑落的 嗯 在这个国际局面上也也没有建树特别的多 一带一路也刚刚起步 嗯 他跟中美之间的这种这种博弈也刚刚开始 也不能说取到很明显的成绩 就是外交各方面就算是持平啊 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状态 最大的成就就是反贪腐啊 是是是 就干掉了一大票的这个 既有理智又给习近平面子哦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解答了 嗯 我们两次都请齐乐义来跟我们分析 王岐山为何成为中共十九大前的焦点呢 包括日本独卖新闻 他们都有一些预测 我们先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我们再跟齐乐义来聊聊 上任五年 习政权一把抓 连小黄司局都说 有一个光荣感 哈哈哈哈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某种程度 造神了 造神了 那或许真的是一尊佛 嗯 这个一指神指呢 所以我们说下马 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都知道 中共的十九大后天 十八号 在北京要登场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荣幸 继续再次邀请到这个重磅评论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评论员 齐乐意刚跟我们很快速的来解析 呃 政治局常委跟其他的 像我们那样孙政才啊 还有这个王岐山的去留 那上任五年 习政权就一把装 我们关心的就是说 很多人讲说 他现在的声势可比 毛邓啊 那这次的党章会被列入 所谓的习思想 或是形式上不用这样一个字 但是有这样一个意思 这样应该这样讲 现在那个党章里面 呃 除了马列 马克思列宁 这两个名字之外 呃 只有毛泽东 思想 跟邓小平理论 是 习近平名字都不在上面 嗯 叫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嗯 但是他这个三个代表是有夸号的 嗯 那这个胡锦涛就更惨了 胡锦涛是科学发展官 嗯 是没有括号的 嗯 嗯 有括号是专 专 专 专有的 哦哦哦哦 那全球发展官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一般的 哦哦哦哦哦哦哦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中间他们在党内的位置 跟他的地位 所以你的名字 能够在党章里面 就代表 非同一般嘛 这一次可以 对那这一次的话 有人讲说是 呃 我我我我我 我认为是 呃 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 嗯 应该不会在党章里面 嗯 但是可能会有讲到什么呢 是可能会讲到呃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嗯 跟他的什么 跟他的治国理政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嗯 因为这一 这么长一串话 是在最近像这一次的公报 嗯 集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就有 嗯 在前面几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 也都有这样的描述 嗯 所以他不会讲一个叫习近平思想 因为习近平思想就变成一个 像毛泽东 嗯 思想就是太大了 跟毛泽东一样 嗯 不管怎么说 习近平再大也不可能比老毛大嘛 嗯 老毛是开国的 开国 对不对 所以说习近平就是说 呃 我不认为习近平想要跟老毛那样 而且实际上也 也这个客观也不存在 嗯 因为你们的这个地位 对各方面是完全 完全这个很难提被的 如果是这样就有历史定位了哦 高度的历史定位 那就有历史定位 那党章里面就有三个中国人 嗯 一个是毛泽东 一个是邓小平 嗯 一个是习近平了 嗯 而且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的人民日报都有文章讲反腐三个阶段 嗯嗯 你知道是讲毛 嗯 邓 习 中间两个没有耶 嗯嗯嗯嗯 这个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他们得把它省略过去了 嗯好好好 就是党的历史的反腐三大阶段 嗯嗯嗯嗯 是 前面两个跟习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 真正的正统真正的核心 一个开国的 嗯嗯 一个是 改革开放成先起后的 嗯嗯 一个是习近平迈向一个历史的新的进程跟里程 就像国民党常把李登辉指责 做过他们党主席跳过去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地位当然是是很高的 稳固的 稳固的 但是他怎么能跟毛比 因为毛是开国的 嗯对吧 建国的 嗯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 嗯 这种个总设计师啊 嗯 如果没有当年的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呢 对 所以在这个布局上面哈 当然就是说 习 近 平 或者我们讲中共十九大 这的确是一个实际点了 嗯 我们首先请教就是说 呃有一个名字 刘洁一 悦然之上 为什么不在十九大之后呢 那他现在还是站的是呃 腹部的这个位置吗 可是又特别调略说 他是正正部级的 哈 嗯 他的特殊地位 这个之前我私下有请教过乐意哦 你跟我们解析一下这号人物 刘洁一我 我因为我我对军事比较有兴趣 所以比较 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人 他是搞军控的 嗯 他原来是外交部军控师的师长 国际师的师长 所以他常年都在海外 嗯 然后他的太太就是那个 张启悦 张启悦 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住典的时候啊 张启悦做过 新闻师的这个发言人 嗯 他很相当一段时间 在这个外交部的对外发言人 他是那个这个发言人嘛 对 主持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知道他的先生是 刘洁一是搞军控 所以那现在发布就是 我刚忘了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 呃国台派官网哦 是是是 他们呃公布了一个人是 就是刘洁一出任国台办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嗯 那很多人就说他以铁定接张志军了 呃 如果呃 呃 看这个趋势是的啊 但是呃 刘洁一 你看他那个虽然是国台办的这个 呃副主任 但后面有个括号正部级对不对啊 一般国台办就等于是正正部级的单位 他跟那个部长是一样的 主任是跟部长嘛 所以副主任就是副部级嗯 但他为什么正部级 因为他的资历很很很很完整 嗯 他是做过那个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跟全权大 全权大使啊 这种是特任官 就按照我们的讲话是特任官 对 这是那个正部级的特任官 嗯 所以他如果现在来接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 正部级的话 其实我我的感觉了 就是说呃 他等于算是呃 一半了 因为张志军原来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嗯 也算他的前辈了 嗯 而且张部级现在是就是部长 嗯 除非就是说这个呃 张志军走掉 那他走一定是他接了 嗯 那万一张志军他没有走 会怎么样的话 那我认为刘洁一的话语权会很大 那刘洁一有人讲说外交体系出身 会不会像王毅哦 嗯 就说哎呀 那这样我们台湾很多呃 分析师呃 分析家他们可能会想到那我们就国对国啦 你看人家就派外交血量 不是这样 嗯 但是他对整个所谓的美中台 是的 哦或者说我们在呃呃 呃呃 广泛的来平息 这个人他有积极的意味存在吗 当然有他的意味 嗯 你刚刚讲到这个这个 这个国际的这个这个角度 嗯 那按照北京的这个看法 嗯 两岸关系在本质上是这个国内的 但是在现实上是国际的 对吧 对 这这个是有区别啊 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嗯 刘洁一如果在 就是不是如果 现在就已经是国台办的 接近发布了 已经是二把手了 二把手 二把手 那我认为刘洁一当国台办这个主任 就非常明显的 原来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嗯 比较是统战的层面比较多 嗯 搞联谊搞统战 嗯 如果刘洁一的加入 那会更多的体现了一个战略的层面 嗯 地缘战略博弈的层面了 就是比较具体了 嗯 因为美国以后在亚太地区的整个战略博弈 军事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嗯 你现在看那个川普对不对 川普在整个亚太 不是啊 亚太在平衡 这个话虽然不提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发现 川普在整个亚太哈 嗯 在这个外交上跟这些相对的国家 处得并不是 就是这些周边国家 对对川普不太有信任 嗯 怕他会走 嗯 怕他会搞孤立主义 对不对 怕他会退出 嗯 所以对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 嗯 经济他退出了TPP 对不对 对 但是在军事上是 involved非常的深的 嗯 因为朝鲜 朝鲜的污污问题 对北韩的问题 反而是更多的投入 嗯 那我刚讲了 军事的更多的投入 嗯 一方面是朝鲜霸佬问题 还有一个中国的问题 嗯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一个管军控的 嗯 的一个了解军控的一个专家 像刘洁一这样的人 嗯 担任国财办的附责 你可以想象 嗯 就两岸关系以后 将会很明显的从统战的性质 嗯 变成一个战略博弈的 呃 战略博弈 而且是呃 整个区域布局 外交角力 那这样的话 我们压力就更沉重了 更大了 那那等于是说 这马上第一 涉及到的就是那个军售 对美就美国队我们台湾的军售 军售 甚至我们前见国照有一些零组件 还有包括那个军事的交流 军事交流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前一阵子 不是美国参议院的那个 呃 这个军事委员会通过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条款 嗯 就是他们的军舰可以到我们台湾 嗯 我们的军舰可以到 到内部 到 到太平洋总部的辖区范围内 所有的军港吗 嗯 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这是实际 嗯 台美 双方 嗯 两军合作的一个职的提升啊 嗯 那可能从中作梗了 那他当然要阻挡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这样做 所以他其实来的话 他就是从整个大的战略的 军控的这个角度 去跟美国做做bargain之外 下面分好多条军售器 其中一个 嗯 所以他有一个宏观的 嗯 跟美国之间的一种一一种一种一种交流 跟较劲 嗯 然后下面就是涉及到 嗯 这个可以看出这个习近平的提手笔啦 哈 真的是不妙 哈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探讨这么多 但是关系到两岸关系嘛 哈 嗯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众棒评论邀请的是 齐乐义 他住这个北京有二十二三年的这个资历哈 那乐义 我们刚刚讲到再怎么样探讨十九大到回归到我们两岸关系哦 就是说有人分析像苹果日报就采取一个说中国对台料更强硬施压 这第一个哦 啊那可是包道格就是驻我们这个AIT的这个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包道格他反而是另外的一个看法 他说这个习近平十九大对台湾的谈话他看出端倪是说有点低调跟冷静 所以他分析说不会过于强硬你的看法呢 对我我也比较倾向这个包道格的看法 但是有三点我们可以马上三个指标我们要关注第一个就是十九大的政治报告 对台湾的这个政策的表述他的论述有没有出现新的词汇出来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是更严厉一点还是更更稳当一点我们这个可以做对比 持有大会有一个乐义我们刚刚跟你有旧教过就是他会放在大概第十个篇章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报告 对他叫做这个这个他是港澳台的港澳台的报告一国两制的 是以前以前十七大的时候是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争取什么一国两制怎么样怎么样 十八大就变成丰富一国两制 十七大这我之前听你讲是推进对对对 推进主国统一推进一国两制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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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一国两制那十八大变成丰富了就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五年是比较觉得收获比较大 是就是开始一国两制被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看这一次他用什么词汇还有还有什么两岸同属一中啊 是两岸同属一中呢还是这个是不是什么什么有新的一个词汇 这次有人讲就是说回应我们蔡英文总统他的国庆谈话 马小光他并没有露出所谓的九个共识所以有人不同的解读 你认为呢他们还是会有这四个字眼还是说干脆不谈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然后反台都这些 对呃中国大陆对台湾政策的表述每个字用语当然要用心但有也是也不能过了 嗯也不能就说因为他没提所以就没有了是啊不是这个样子的确今天又跳出来了九二共识 我记得多年以前的王毅那时当国台办主任他有跟我说啊 嗯他说这个这个奇迹者这个我们对台政策的表述是很严谨的 如果你们发现中间有一些的字不太一样的时候那只是表达我们对台湾的善意 嗯精神是绝对不会变的你不要想到说好像变了但是我字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那是我们想办法啊想要表达对台政策的某种善意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提没有提不代表说是没有这个精神 最后不到一分钟你认为还有善意的可能性吗 或者说有释出的这个蛛丝马迹吗 我应该讲说是比较平稳的嗯还做进一步的表述但是原则性会表述的比较强 第二个就是观察就是我们加入国际组织的情况有没有受阻 是第三个就是美国对台政策跟的立场有没有变化 嗯这个就是呼应我们前面刚刚谈到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尤其像这个人事的任用 哦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齐乐意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呃 为我们做精辟的分析 接下来请收听联网抢先报告由Danny主持的音乐一二三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企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